来看到台湾史上第一位台裔美籍NBA球员林书豪 上个星期六下午他在台北体育馆和上千位球迷 畅谈他的篮球生涯心路历程 在活动中除了台北市长郝龙斌到场表达支持 国内知名艺人和球星还各组篮球队相互较量 带给球迷们一场别出心裁的篮球比赛 哈佛小子林书豪回台湾分享成长历程 台北市长郝龙斌特别到场支持 林书豪感性的说 亲爱的家人与家人共同拥有的宗教信仰 都是让自己不断面对挑战与困难的关键力量 现场焦点当然就是与艺人曾国成领军明星篮球队的较量 上半场明星队的比输落后 不过众家明星以乐观的态度面对下半场 展现运动家精神 下半场我们的男友在迷 못用的 但是下半场 等到赢得好 基本上是要再增加 因为毕竟我们练球 一起练球的时间比较没有 有研新说在我们就安心 归主队教练 钱维娟说 林书豪的成功历程 透过反台分享 让台湾年轻人 多了一个学习的榜样 球队较量 不管谁赢谁输 哈佛小子林书豪 让台北球迷过了一个 尖叫连连的精彩周末 新台南台电视 林湘婷 曾圣祺 台湾特别报道